在2020年的时候 忘记的时候 员工基本上晚上行走 都要在4万步以上 员工减货路径过长 劳动强度过大 我们也跟小黄龙做了一个接触 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我们跟小黄龙最终签订了合同 在我们这个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之后 因为我们改变了原来的减选方式 我们员工的减选方式 行走路径由原来的4万步 下降到了2万步以内 减选的人数降低了差不多2、30人 就是我们只要在同等量的一个情况下 会比以前提前3到4小时 能够完成所有的一个出货的一个动作 在节能方面 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进行持续的优化 小黄人其他自动化设备 最大的优势就是节能环保 我们的一个小黄人的能耗 大概只有几十瓦 相当于一个电灯泡的功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